哈喽各位玩家们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大路 今天大路为大家带来了RPG类的手游推荐 而RPG的意思是角色扮演游戏 就是让你去扮演一个虚构的角色 在一个有故事性的世界里冒险 同时会随着游戏的进程而变得更强 其中RPG游戏也衍生出了其他类型和风格 有些注重战斗 有些注重策略 有些则是注重剧情 想要知道最期有哪些好玩的RPG游戏 那就和大路一起看下去吧 这款主打同频连携战斗的生空之眼 是一款相当有挑战性的动作RPG游戏 玩家将作为修正者的管理员 负责一支由三名修正者组成的小队 与他们一同作战来反抗命运 每名修正者都有各自的攻击方式 神系和属性 特别的就是在这支三人小队中 玩家只能操控一名修正者 其余的两人将会由AI来控制 并且关卡中是无法切换角色来操控的 而且特定修正者之间还有连血机或加成 所以合理进行搭配 就能让队伍战力提高 当然游戏还有其他可以提高战力的玩法 例如更深入的战斗机制 获得资源的副本等等 整体的玩法显得相当自由和多样化 想要尝试动作RPG的新手玩家 神空之眼或许是你不错的选择哦 由米哈游研发的崩坏 星穷铁道 是一款以银河冒险为主题的策略游戏 玩家将会和伙伴一起乘坐星穷列车 穿梭于银河系去到各种不同的地方 其中游戏还会出现崩坏系列的角色 但其实本作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所以就算你没玩过其他崩坏作品都没关系 有别于米哈游作品以往的动作玩法 本作的核心为回合式策略DRPG 使用了鸣雷玉怪的设计 你将在各大迷宫或地下层里冒险 其中还会有不少的机关和谜题需要解开 也能履行去到各个城镇探索 而角色的元素属性在本作相当重要 能够让你更加有效地克制敌人 玩家分别可以使用普攻 技能还有终结剂 空前时则能够在相亭式的地图进行冒险 喜欢的话就来和伙伴一起踏上开拓之旅吧 有别于玉璧以往所推出 采用刺客信条IP前脑洞大开的手游 这款名为刺客信条 代号玉石 续款质量和玩法都有主机般体验的作品 背景也设定在公元前215年的中国情朝 既然是以刺客信条为主题的话 那玩家同样会扮演中国的刺客 去探索这片广阔的开放世界 体验在万里长城上飞檐走壁 在城市里暗杀目标的刺激感 大陆发现本作确实很有该系列的味道 其中像是爬打开鹰眼 清据点 合照宝箱等经典的玩法都有被沿用到本作 也能去强化装备和技能 根据武器种类来使用不同的战斗方式 总的来说 比较像是将主机版刺客信条的精髓 以全型的故事背景 透过移动平台呈现出来的游戏 当年韩国的人气MMO 剑宁的正统续作 剑宁二手游也已经上线一段时间了 那这款游戏同样强了东方武侠的风格 为大家呈现出一个神话般的世界 所以玩家依然能够体验到高空飞行 还有战斗时的华丽技能连招 以及多样化的武功风格等等 打造出别具一格的视觉动作体验 而游戏还引入了灵魂系统 可以根据不同的灵魂组合出各种效果 当然游戏还加入了丰富的武器种类 非常广阔的地图 许多隐藏的故事和任务等等 也有一个丰富的社交系统 让玩家们一起互动或合作挑战副本 不过道路试玩下来后 感觉油画不是很好 希望光发热后可以解决油画问题 亚瑟玩 传说崛起 是款基于亚瑟玩传奇制作 采用了虚幻引擎5来打造的RPG游戏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收集强大的英雄 去探索这个庞大且自由的互动世界 就是说 玩家可以有更多的探索和自主性 而不是只跟这一条固定的故事线 游戏中还会有各种可怕的神话怪物 进入战斗时 其实有点最终幻想时的既视感 只是每个角色都以固定的顺序来攻击 而不是最终幻想的那种ATV机制 当然游戏还有丰富的剧情和全语音对话 还能为角色更新在万显中获得的装备 并进行强化升级来提高战力 想要恢复王国喜乐的荣光 那就来到游戏中帮助亚瑟玩崛起吧 《龙之谷2》 进化是一款主打动作RPG的MMO游戏 沿用了龙之谷系列的四大职业 分别是战士、攻陷手、魔法师和牧师 特别的是 一些职业是可以选择性别的 官方后续还会增加其他的新职业 而游戏是以探索和角色养成为主 透过普通的提升角色等级的装备 来挑战难度更高的副本或者是BOSS 觉得自己一个人比较困难的话 那就尝试和其他玩家组队吧 只要挑战成功就能获得稀有奖励 而且游戏还有相当自由和轻松的交易系统 让玩家可以稀有的买卖装备和物品 喜欢这种动作RPGMMO游戏的玩家 那就来到这个奇幻的世界展开冒险吧 凯莉之传说是一款可爱风格的MMO游戏 主要的就是以兽龙和陈奇为主打 画风和玩法方面制作的蛮有水准的 尤其是在养着的细节和剧情的推进 玩法主要就是让玩家培养角色 强化装备和升级技能等等 其中的一个特色系统就是龙巾 可以透过抽取或打怪来获得 总体在身上就能得到一些加成 虽然本作是一款可爱软萌的MMO 但却带给玩家全语音的对话 在对话的时候还有Live2D呢 另外游戏在剧情方面算蛮有趣的 整体就是一款典型的MMO必剧游戏 想要从菜鸟成为拯救世界的兽龙士 那就来到这个魔法王国中冒险吧 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异物质在天空出现 导致许多人类集体变成了丧失 这个听起来好像被用到烂的剧情 就是这款游戏见一回的故事背景啦 不过当我们撇开剧情不说的话 玩法部分则是相当的不错 玩家将会加入各种组织与上次作战 游戏还加入了Rockline的玩法 就是每场战斗都会出现随即的三选一技能 让你每次开始挑战都能保持新鲜和刺激感 当然角色的装备也需要合理搭配 而且还能收集和佩戴各种战技持叠 除此之外 游戏还有多种的Boss让你挑战 总的来说 打击感还蛮不错的 推荐给喜欢动作RPG游戏的玩家 介绍了那么多3DWG游戏 是时候给大家来点怀旧风格的游戏了 就是这款像是风格的RPG 龙谷世界 在这个以弹幕为何性的世界里 你需要拿起武器 打败邪恶的不学守护者 有玩家需要在地图上 透过不到的打怪和采集 来获得相应的金币和素材 然后就能在主城与商人进行买卖 或者锻造和升级身上的装备 才能去挑战后续更强的地图和敌人 另外游戏还加入了一个徽章系统 装备徽章就能为角色带来强力的加成效果 而且不同徽章和装备的搭配 就能体验到多种不同风格的战斗流派 喜欢像素风格加PG的玩家 这款游戏或许是你不错的选择哦 这款看起来类似麦块方块风格的代号 世界 是一款主打开放世界的RPG游戏 游戏中的不同场景都会有不同的视角 玩家可以透过砍速、开采等操作 来获得素材资源 还有最重要的食物 而游戏也加入了尊庄和工会的玩法 你也能深入到地牢或遗迹等地方探索 同时以那些强大的怪物和Boss战斗 要是觉得困难的话 就去制作强力的武器装备吧 还可以使用高伤害的魔法等攻击手段 另外你也能在家园进行耕种 解决住所和食物来源的问题 以目前的体验看来 还算是相当值得期待的 只是操作和画面部分很有待加强 感兴趣的话就去关注这款游戏吧 那初期的游戏推荐到这里就结束啦 这次介绍的每款游戏都各有各自的特色和风格 让你在手机上也能体验到丰富的RPG元素 也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 就让你喜欢大陆的影片 可以给大陆一个赞和分享 订阅大陆的频道和开启旁边小铃铛 那么就下期再见啦 祝各位游戏愉快 感谢观看